我來找你 我來找你 傀儡三年 孔劉在演出新片 82年生的金智英 七首與老搭檔鄭玉美 第三度合作 我來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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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漂亮 兩人在片中 飾演老夫老妻 劇情以女性視角出發 孔劉化身 暖男夫妻 再度迷倒不少粉絲 我來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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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年生的金智英 改編自《同名》 暢銷小說 在南韓一度引發 凡女權人士抨擊 但孔劉 鄭玉美 獨牌眾議 選擇接演這部電影 新片熱映三週後 觀影人次突破三百萬 孔劉挑選角色 一向重視社會議題 先前接拍的熔爐 也引發社會迴響 在電影《熔爐》 踢步手《龍牙孩童》發生 發行首周 票房就創下七十八億 破男孩影史紀錄 每回作品都受到高度關注 為了逃離車廂 警告孩子奮力往前逃 孔劉在失速列車中 不顧一切就有孩子 復興角色感動許多觀眾 因此讓他攀上演繹事業高峰 這位孔劉再一推新片 為女性平權發聲 更不計戲份多寡 在片中守護著老婆 粉絲看了淚崩 直呼好想嫁給她 接著成家倫理與韓安台報道